来了客观 有时候沉重的爱会成为一种束缚 但换个角度又或许是美好的 世界上每个东西都是两面的 一切都在于你怎么看待 放映社今日主打掠查 小新为大家带来2008年上映的荷兰恐怖片 黑暗楼层 希望能给这个炎炎夏日带来一份清凉 小女孩沙拉身患重病 每天都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这天她的父亲本一如往常带她来医院检查 没想到中途机器突然出现故障 导致沙拉情绪失控 她一直吵着闹着要红色蜡笔 本看到女儿如此受罪于心不忍 再加上医院长期的治疗和检查不见成效 所以本决定带着沙拉转院 看着喃喃自愈想要回家的女儿 本的内心十分纠结自责 最终她不顾护士艾米丽的劝阻 执意要带沙拉乘坐电梯离开 此时的沙拉正拿着黑色蜡笔图画 由于担心她的病情 艾米丽也跟上了电梯 此时电梯里还有另外三个人 暴雄男约翰 老头托比亚斯 保安里克 艾米丽还在不停劝说本留院 就在此时 沙拉抬起头看向楼层树 紧接着 电梯就出了故障 周围陷入了一片漆黑 一旁的托比亚斯突然倒地不起 于是保安立马呼叫了紧急救援 可传回来的话语竟然重复着她的话 当众人以为托比亚斯就要死去时 她突然清醒了过来 同时一切也恢复了正常 而当电梯停在医院的六楼并打开时 大家发现楼里竟然空不一人 同时出口也被锁死了 当他们寻找备用楼梯时 周围突然传来不明嘈杂声 狄克寻声走过去 打开门后发现只是仪器出了问题 大家继续寻找出口 只有细心的艾米莉 捡起了散落一地的CT片 上面竟然有着诡异的怪兽影像 但她并没有当回事 继续跟上了大家的步伐 就在一个拐弯处 角落里突然传来了诡异的声响 他们寻声望去 是一位坐着轮椅的女士 艾米莉处于职业心理走过去查看 就在此时 那位女士猛然仰过头来 脸上呢 云露血灯般的恐怖眼眸赫然露出 这骇人的一幕瞬间吓坏了众人 大家躲都躲不及 托比亚斯还往上凑热闹 同时李克试图通过对讲机联系外界 可里面常来的依旧是自己的回音 事情如此离奇 惊恐的约翰不愿管那么多 提议大家快点离开这里 谁也没有注意到 沙拉手中的拉比 正在记录着诡异的一切 之后大家找到了备用楼梯 正准备走楼梯逃跑时 楼下突然传来驱大响声 李克想要确定是谁在那里 立马大声呐喊了几声 下一刻 一颗子弹从他的脸庞划过 一旁的约翰 吓得把怀里的玩具熊都扔了 由于情况如此凶险 大家不得不躲到五楼 并把门给锁紧 其他人心里都坠坠不安 只有托比亚斯丝毫不当回事 还称那只是一个地狱 众人也不把他的疯癫话语放在心上 艾米丽一边为李克清理的伤口 一边还不忘提醒本 亮光和强噪音 会让沙拉的癫痫病发作 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咚咚的怪声 众人立马高度紧张起来 除了托比亚斯 没人注意到沙拉离开了 好在他没有走远 之后李克带着大家来到了监控室 打开所有监控一看 整个医院都已经空了 连电话设备都无辜坏掉了 此时的约翰不知所措 慌乱之下 竟然利用广播求救 这行为无异于主动给凶手送人头 此时他们发现 三楼突然出现了鬼影 紧接着 监控也出现了故障 等几人回过神来 沙拉竟然消失不见了 转身下 本在一处昏暗的楼道里发现了她 周围墙壁破败不堪 灯光忽明忽暗 同时一道恐怖的鬼影一闪而过 本心里虽然格外害怕 但还是步履坚定地走到了女儿面前 正巧其他几人也找了过来 本立马嘱咐大家快离开这里 这时医院里的电视和收音机突然开始鬼畜 所有人的手机不约而同地响起铃声 此时沙拉和托比亚斯悄悄捂上了耳朵 之后四周的噪音越来越大 紧接着 一只音很惊悚的声鬼突然出现 她利用高分贝的声音震碎了所有玻璃 接着张牙舞爪地冲了出来 一路追杀几人到了四楼 所到之处玻璃无一幸免 凶猛的声鬼步步紧逼 立刻打去竖枪却不起任何作用 但她无意间打开的X光机却击退了声鬼 于是几人决定留在这里再做决定 本发现 声鬼出现前 托比亚斯就捂住了耳朵 通过询问才得知 声鬼名叫尖叫女王 虽然本不明白这是什么 但托比亚斯却告诉她 答案就在她的心里 一旁的约翰固执地认为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幻觉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灯光闪烁的走廊里 约翰独自一人准备乘坐电梯 此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咳嗽声 可诡异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刚进电梯 地板下就发出恐怖的声响 当约翰意识到不对劲时 电梯门已经缓缓关上 一时间呼救声在整个走廊回荡 立马就引来了其他人 立刻和本急忙冲过去 强行卡着电梯门 电梯里灯光频闪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冲破地板 脚下的剧烈震动 使约翰跌倒在地 下一刻 一双恐怖的手突然从地板下伸出 面目睁瘾的牛头怪 准备朝约翰下手 立刻拿起灭火器 不小心砸晕了约翰 好在他打败了一旁的牛头怪 然而都在众人拉约翰出电梯时 牛头怪再次冲上来 咬伸了他的腿 另一边 消极的托比亚斯在计划完美的死法 正当他准备引弹自尽时 没想到 莎拉一句话竟然把他说破防了 这句话犹如咒语般 托比亚斯嘴中不断重复着自己很冷 在他放松戒备时 艾米莉果断把枪夺了过来 接着 几人重新回到X光世 讨论接下来的对策 细心的本安慰着莎拉 此时莎拉在纸上画出了牛头怪攻击约翰的场面 本虽然有些疑惑 但是从莎拉嘴中也得不到什么消息 同时一旁的约翰 责怪兼职警察砸晕了自己 本见状愤愤不平的反驳 要不是李克拔刀相助 约翰的头此刻就不在肩膀上了 无能的约翰见状 开始嫌弃莎拉是个累赘 因此几人发生了争执 此时 外面的对讲机突然传来声音 众人立马赶了过去 隐约间 听到了其他被困的人的回应 于是他们决定继续走楼梯去寻找同伴 等到了楼下 砸开门之后 几人彻底绝望了 因为后面竟然已经被墙壁堵死 听着黑暗中传来剧烈的响动 几人又来到了三楼 接着 他们在走廊里发现了死去的医生 而医生的对讲机里 则一直重复着 让大家抛弃小女孩沙拉 一旁的托比亚斯嘱咐本 这一切都取决于他 随后在昏暗的走廊里 大家发现了更多医护人员的尸体 灯光闪烁下 伴随着一阵恐怖的咆哮声 牛头怪突然冲破了面前的铁门 众人拔腿就跑 只有托比亚斯淡定地站在原地 李克和本用东西思思抵住了门 一阵凄惨的哀号声结束后 牛头怪再次破门而入 他迈着稳定的步伐扑了上去 最后李克牺牲自己为其他人争取了时间 此时的医院里一切死寂 两个同伴的殒命 让众人的心情更加沉重 此时约翰认为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针对沙拉一个人 就在本和他起争治时 他们发现时间竟然凝固了 而后对讲机传来的声音证明 医院里产生了奇怪的平行空间 时间过得很快 到了沙拉该吃药的时间了 律师本和艾米利决定去急诊室拿药 将女儿留给约翰照看 两人行走在死气沉沉的走廊 他们发觉到沙拉似乎知道些什么 细心的艾米利提起之前的事情 虽然她没听清沙拉在说什么 但是很确定的是 沙拉吐嘴清晰的和托比亚斯说了话 并且艾米利夺枪时 发现托比亚斯的手很冰 和死人的温度没什么区别 可到了此时 本还是觉得女儿是无辜的 谈话间 两人发现了一具被沙子吞噬的尸体 本顺手捡走了沙子里的手枪 急诊室就在楼下的纳堵墙壁之后 于是本拿来锤子敲打 就在此时 两人听到了楼上的异响 本果断把枪射击 紧接着 约翰扔掉的玩具熊竟然从上掉落 两人就此对平行空间的存在深信不疑 在本的不懈努力下 墙壁终于破了个洞 趁着昏暗的灯光摸索了进去 只见房间深处 有着两具恐怖的骸骨 姿态极为诡异骇人 本心想 或许将沙拉交出去 就会结束这一切 可艾米莉不明白 如果真的想要带走沙拉 牛头怪自然有这个能力直接带走 与此同时 自私的约翰准备将沙拉献祭 以此换取自身的平安 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危险即将到来 正当约翰朝黑暗处呐喊时 满脸浓包的托比亚斯 突然从身后偷袭 可一个老人怎么会打得过年轻人 他立马就被约翰打得落花流水 托比亚斯一边挨打一边重复很冷 即便被打得倒地不起 他还是通知了本和艾米莉 此时沙拉又阴狠的眼神瞪着约翰 紧接着走廊上灯光呼闪 突然狂风大作 凶狠的沙尘暴袭来 一只满目疮痍的沙怪猛然出现 接着高高举起约翰准备发起进攻 一招黑虎掏心带走了约翰 同时沙拉已将出向的沙怪全部化完 接着本和艾米莉也赶了过来 本抓住机会用床撞飞了沙怪 一旁的艾米莉发现了死去的托比亚斯 猜测他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 同伴死去固然难过 但是他们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于是三人决定下楼逃离 不曾想楼梯口竟然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 同时沙拉嘴中不断重复着不是这里 并且止不住地摇头 接着他们决定先去找药 转头下沙拉竟然再次消失不见 本和艾米莉只好分开寻找 艾米莉刚走没几步 再次迎面遇到了牛头怪 她立马蜷缩在床底瑟瑟发抖 紧接着趁牛头怪进食时 艾米莉用电机器解决了牛头怪 她一边呼喊本一边逃跑 听到艾米莉的求救 本立马去找她 可是开门后 竟然进入到了另一个空间 医院的墙壁洁白无瑕 里面人来人往 只让每个人对本的呼救视而不见 本焦急地在走廊里徘徊 她和艾米莉约好在二三五会合 可即便两人身处同一个地方 却还是见不到对方 于是本打开来世的那扇门 重新回到了黑暗空间 正巧遇到了消失的沙拉 可就在这时 周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 那只可怕的沙怪再次杀了回来 危急时刻 托比亚斯竟然救下了本 最后她也被沙怪残忍带走 相拥的姿势与之前的骇骨甚是相向 但本已经想不到那么多了 她的心思全都在女儿的身上 此时的沙拉喃喃自语 必须停止她 正巧艾米莉赶了过来 牛头怪也紧随其后 她立刻发起迅猛的攻势飞扑上来 好在三人及时躲进了电梯里 可危险并没有结束 等电梯来到地下副一层 他们再次遇到了阴森的生鬼 她用锋利的爪子抓残了艾米莉的腿 接着不断发出刺耳的声音 折磨的三人痛不欲生 下一刻 沙拉阴狠地瞪着生鬼 立马吓走了她 最后本推着受伤的艾米莉和沙拉进手术室 可就在这时 周围的尸体突然抱起 三级的艾米莉来不及逃脱 被困在了手术室里 可怕的丧尸立马搓拥上来 紧接着 将她拉入了黑暗的深渊中 本还没来得及悲伤 一个更加恐怖的腐蚀怪来了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而深深遭到的沙拉似乎知晓着一切 她不断重复着她来了这句话 本手忙脚乱地带女儿开车逃跑 可车的速度 根本赶不上腐蚀怪的入侵速度 紧接着 一探粘稠的液体突然出现在车前 恐怖惊悚的腐蚀怪现身 好在沙拉的提醒本停下了车子 可她丝毫没有注意到 此时的沙拉吐子清晰地说了完整的话 同时腐蚀怪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 本立马惊慌失措地逃跑 一旁的沙拉却心如死灰 她不断重复着 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 绝境之下 本最终做了一个揪心的决定 她将沙拉放在了安全处 给她披衫了自己的外套 决定和腐蚀怪同归于尽 如此感人的诀别之际 沙拉重复着本经常在睡前对自己说的话 身为父亲的本与心爱的女儿 做了最后的诀别 她开上卡车 猛地冲向腐蚀怪 一道白光突然出现 腐蚀怪竟然变成了可爱的沙拉 本慌忙下去查看 可脚下突然出现的粘稠液体告诉她 这一切始作俑者 正是最爱的女儿沙拉 本瞬间被粘稠液体腐蚀 化为了一滩血水 紧接着沙拉转头看向腐蚀怪 她想要回家了 亮光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黑暗里 腐蚀怪似乎有些不乐意 下一刻 沙拉紧紧闭上了眼睛 医院里全部恢复了正常 原来这一切都是沙拉的梦 从她开头拍CT检查时就睡着了 梦醒了过来 沙拉还是承受着痛苦的折磨 本还是坚持要为她继续治疗 可这一次 托比亚斯经过她身旁时 她告诉沙拉自己不冷了 这一次 沙拉闹着想要蓝色的蜡皮 影片中沙拉患病已久 虽然有父亲本的疼爱和关心 但难免遭受到他人的冷眼和欺凌 而在电梯中 除了本和沙拉外的四个人 则象征了现实生活中 普遍存在的四个群体 他们围绕在沙拉周围 对她的内心世界 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沙拉梦中呈现的 实际上是她痛苦的内心世界 电影开头 她不停地索要红色蜡皮 红色即消失 她在遇到自己讨厌的东西时 就想消灭 但她明白 每个东西都有两面性 只有改变自己的心境 才能让自己的世界明亮起来 沙拉在梦军中 找到了身边人光明上的一面 最后因为本抱着 逼死的心态 撞向腐蚀怪时 她的光明面出现了 光明世界的沙拉 最终战胜了黑暗世界的沙拉 影片结尾 沙拉使用了 与红色相对的蓝色蜡皮 说明心中的光明世界 已经打好了地基 或许 只要她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世界 并也会慢慢康复 将会迎接一个崭新的 充满爱与希望的未来 好了 小熊分享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 坚持不许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